大家好 欢迎收看周一的赢家攻略 我隋国庆 这个台股在上个礼拜五 跳空跌破了五日线 那不管是这个大环境也好 或是这个技术面也好 都注定了这个盘在短线上 会往下做修正 那所以今天呢 台股果然继续往下跌 好吧 那今天大盘继续跌 那再来第一个 那当然了 那就是那再来台股到底怎么看 这第一个重点 那第二个就是说 那其实今天盘面上的这个强弱势股呢 其实跟上个礼拜五也差不多 上个礼拜我就一直在跟大家讲 就说这个当台币在续扁 当这个大型股这个撑不住的时候呢 那盘面上就是一些政策 有所谓的政策力多的 譬如说像再生能源 所以果然上个礼拜跟大家一直在谈 上尾控股啊 这个什么世纪钢啊 果然不单上个礼拜四 礼拜五大涨 今天还继续创这个短线的新高嘛 那所以就说目前盘面上哦 这个像这个再生能源啊 或者像这个所谓的疫情概念股啊 就是这些目前等于说在政策面上 有这个力多加持的股票呢 当然就继续表现 好了那重点是当这个今天大盘在跌之后呢 那到底明天以后啊 这个到底这个股票该怎么操作 那另外另外不要忘记了 当大盘在跌的时候 各位如果你手上的股票已经卖不掉了 或是已经被套住的话 那到底这些股票你该怎么样处理 可以啊 那个大幅度减少你的风险 减少你的损失 好各位这些东西今天在节目上 微博信我都会给你讲的很清楚 请你节目你要仔细的看 好不来我们回到大盘 各位其实今天的这个 哎上个礼拜五的晚上 其实美股没有交易对不对 那美股没有交易 可是今天台股呢却继续下挫 而且今天一跌还是跌了100点嘛 还是往下跌 那为什么今天这 而且今天下跌哦 已经把上个礼拜二 本来这一正常讲 就是最近这一波的这个低点 本来是出现在上个礼拜二嘛 那个盘中的1695 那个905的4月12号这一天 可是呢今天大盘 不论是盘中也好或是收盘也好 已经跌破了4月12号的那个低点 等于说等于又创了这一波 短线的新低嘛 好了那重点是 那为什么上个礼拜五 美股没有交易 你如果说上个礼拜五 如果说美股大跌 那今天台股跌还有道理 可是上个礼拜五 美股没有没有交易 可是今天台股却自己啊 又创了个新低 那为什么这个台股 今天继续创新低呢 其实来自于啊 两个重要的原因嘛 那第一个当然就是这个 技术面本身哦 在上个礼拜五 跳空跌破了5日线 各位记不记得 上个礼拜五 跳空跌破5日线 其实我就在提醒大家 我说你小心哦 你小心哦 这个盘呢 这个大盘的跳空跌破了5日线 跌破了5日线 那就技术面来讲呢 那跌破5日线 而且是跳空跌破 本来在技术面上 它就是个弱势形态 那所以呢 这是今天哦 继续往下跌的 就是在技术面来讲 它本来就在往下做修正 这是第一个重点 另外那第二个重点呢 这个 其实第二个重点呢 还有一个就是今天台币啊 还在继续贬值 这个 最近台币啊 而且今天台币贬值呢 又创了一个新低 又已经盘中 已经来到这个 收在这个 已经这个再继续创新低了 所以就说 保险这个数字不对了 应该是到这个地方来 反正今天台币 还继续创了个新低 所以各位 等于说 当台币啊 还在续贬的时候啊 那当然啊 这个电子的大型股也好 或是金融 今天其实 而且各位 其实今天哦 这个金融股是更弱势 对不对 本来到上个礼拜为止呢 这个金融股啊 还这个慢慢再往上垫 可是当时我也跟大家讲 说你注意啊 金融股已经涨多了 金融股涨多了 不要再随便去碰金融股 果然就是从上个礼拜 这个礼拜二 礼拜三之后呢 金融股就开始慢慢再往下跌 而且 以今天来讲 其实今天电子值还是平盘 小涨一点点 可是今天金融股跌的很多 所以就说 当台币啊 这个继续在贬值的时候呢 这些大型股 金融股啊 它的那个卖压就很大 外资在这个地方 一定还是不断的 在卖出这些大型股 所以呢 以这个未来一段时间来讲 这些大型股啊 金融股 还是你要持续避开的 这个标的 不要随便去 抢这些股票 而且各位重点是 当这个上个礼拜五呢 这个大盘啊 跳空跌破五日线之后 当然今天一定是 顺着五日线下 再往下做修正 可是各位我要提醒你 除了五日线之外 其实目前的十日均线 也开始一个比较 这个抖的角度 开始往下走 这个东西上礼拜 我也跟你特别提醒过了 其实在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四的时候呢 十日线也跌破 那个十日线也跌破了年线嘛 到上个礼拜 那是更明显的 在跌破这个年线 所以我上个礼拜 给各位提醒 我说你注意哦 不是只有五日线往下压 十日线也开始跌破年线 对吧 那到了今天 当然更明显 今天十日线已经是远远的 跌破了年线 所以目前几乎是说 所有的这个短期均线的 五日线十日线 都是以一个很陡的角度 在往下压 那么目前在这种 这个形态跟结构之下呢 当然在这个地方 你说这个大盘 要这个马上出现 这个上涨的走势 几乎是不可能的 就是这个盘 就算不跌了 可是就算不跌的话呢 未来在这个地方 它也是要不断的来回震荡 震荡震荡震荡 把这个短期均线呢 从这个下弯的这个角度 如果起码拉成走平以后 或是往上走 那才有机会呢 出现下一波大盘的涨势 那在目前这个 这个均线完全还在 往下压的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呢 那可以目前未来一段时间 反正你在这个股票的操作上 你得特别注意一下 再强调一次 因为台币还在创新低 所以这个大型股金融股 你尽量避开一下 这是第一个重点 不过当然了 这个除了这些 这个外资比较容易卖的股票之外呢 不过当然目前来讲 盘面上 其实到了今天为止 其实跟上个礼拜的情况差不多 就是说 有两类的股票啊 确实表现的是 相对来讲是比较强的 哪两类 第一个对 那当然就是再生能源嘛 因为这个台湾现在 缺电的情况是很严重啊 所以就是说这个 不管是这个风力发电啊 这个太阳能啊 反正就是政策来讲的话 未来一段时间呢 这个 它建制的这个速度 跟这个量会 这个一定会 一定会这个跑得比较快 那既然有政策的加持 所以呢这个 当然这个 而且目前来讲 因为外资还在卖大型股嘛 所以内资 或者是内资 所谓这个护盘的时候呢 他们一定会去找 跟政策力都比较有关系的股票 去护这个盘 所以当然来讲说 你看这个 像今天有没有 这个上尾控股啦 像这个四季刚啊 果然股价都在创这一波的新高 那上个礼拜 我已经都跟你预告了好几天了嘛 所以如果上个礼拜 你看了这个赢家攻略 或是你是我的会员也好 你是我的群组成员也好 或是你看了赢家攻略也好 你上礼拜有去买这两只股票呢 哇各位那恭喜你 今天随便赚了 对不对 那没有的话就有点可惜了 那 所以目前盘面上 就是这个再生能源之后 当然另外就是疫情股啦 这个什么 什么筛减的试剂啊 这些股票相关的 可是各位 其实这个疫情股 升级股这一部分 我要提醒你 因为这个本来到上个礼拜为止 基本上是跟这个疫情 跟筛减有关的股票 是算是一马当劲在往上走 可是呢 这个毕竟呢 像这个什么亚若法 今天开始打跌停了 因为分盘教育 已经那个 所以已经打跌停了 所以这个目 所以今天的这个 生计相关的股票呢 已经开始扩展到 什么什么医疗 什么这个 什么什么 什么健康食品股啊 什么弄去 那你就要特别小心一点 因为通常当一类的股票 当这一个产业的股票 在涨的时候 通常如果说是这个领头一样 或是这个一线的股票往上走 那这个产业的股票呢 它的股价走的算是比较健康 可是通常当一线的股票 涨多了之后啊 这个已经开始 比如主力 已经不打算去拉了 或者甚至开始在震荡出货了 他们一定会去拉一些 这一群里面相关的 二线三线的股票 去撑这个 去撑这个人气 然后呢 再出一线的股票 那今天来讲 这个所谓的生计股 已经开始出现到 有比较分歧的走势了 所以你得特别小心一点了 尤其这些股票的 尤其这些股票的涨幅 确实都不小哦 所以在这个地方 如果是你再随便去追的话呢 那维国庆 我倒是要提醒你一下 好吧 我追这个地方 好了 所以各位 这个 好了 这个一样嘛 我刚刚 这个其实 其实这个要讲到 这个大盘 未来的这个走势 当然了 基本上我们还是要看看台积电了 那台积电这个 台积电其实到今天 唯一的好事说了 当大盘呢 今天哦 在跌破了4月12号 低点的时候呢 倒是台积电的股价 今天还没有跌破 上个礼拜二的那个低点 这是目前多头来讲 大概是 是不是 这个一线生机 这个东西 我不敢给你保证 但是起码到今天 这个台积电还没有跌破 这个上礼拜二的低点 那这个地方呢 所以明天以后啊 当然你在这个观察 这个所谓的全资股的表现呢 那当然台积电呢 你要多注意一下 是这个状况 那当然 但是我 但是台积电的股票 当然我说 这个地方我不建议你去碰这些大型股 台积电当成 这个关盘的标的就可以 那目前来讲 实际上还是一些 这些比较这个 我刚刚讲过 像政策面这个 比较加持的股票了 你看 所以你看上尾 有没有 上尾贵 其实上个尾贵在上个礼拜三 礼拜四 我都一直在跟你讲 我说注意 尤其在上个礼拜四那一天 当它的股价 短线 拉回到十字线 整理完之后 在上个礼拜四那一天 开始往上推 重新 而且它上个礼拜四呢 已经推回到 短线上前一波 前一波高点的位置 所以上个礼拜四 我特别提醒大家 我说你注意注意 如果说你有看上个礼拜四的 赢产攻略的话 你会觉得很高兴 因为上个礼拜四 尤其在节目后面的时候 我特别讲 我说你注意注意 上尾它的股价 已经重新慢慢往上拉到 来到前一波 这个短线的这个位置上 代表说这个地方 到上个礼拜四有没有 代表说它随时 有往上攻击的力道就要出来了 结果礼拜四讲完之后 果然礼拜五就大涨 而且还强势涨停嘛 大涨有没有 所以如果说这个 如果上个礼拜 你已经是我的会员了 或是你是我的群组成员了 或是最起码最起码 你看了赢家攻略了 那你就算你上个礼拜五 你跳进去买的话 哇各位 你当天现赚一根涨停板 那么今天呢 上尾控股 其实盘上是续工上去了 最高已经来到 这个 最高已经来到134块半 所以这来讲都是算是 目前在盘面上 真的算是相当强势的股票 不过当然了 你说现在盘面 另外就是除了上尾控股之外 那这个 世纪钢也是一样 我都是在上个礼拜四那一天 我就直接给你讲了 这两只股票 对不对 因为上个礼拜四 不论是这个 上尾也好 或者世纪钢 世纪钢也是一样 在之前上个礼拜 这个礼拜一到礼拜三 它还是在这个 下面做整理 可是呢 到了上个礼拜四的时候 它收盘的位置 已经过了前波高点 所以这个东西代表就是说 它已经开始准备要做发动了 所以微博信 我不但早就带着会员跳进去 而且在礼拜四那一天 我在这个节目上 我特别跟你讲 我说你注意上尾 注意世纪钢 对不对 那好吧 就是到上个礼拜四 对呀 这两只股票 都是在上个礼拜四 收盘的位置 要不是过了前高 就是已经平了前高 各位 如果说你懂技术分析 懂这个结构的话呢 通常一只股票的股价 已经拉到 已经拉到这个前波高点这个地方了 通常因为它有整理过 倒不是说它涨了一大波 而是短线整理之后 股价重新好像来到 就是来到起跑点 有没有 来到这个位置上 所以后面往上冲 那这是一个几率很高的一种走势 而且重点是 当你买在像上个礼拜四 或是礼拜五开发 买在这个地方的话 哇各位 赚钱 各位 赚这种钱 你连等都不用等 各位因为 其实很多人做股票 虽然说也许你有赚到 可是通常股票 你买进去以后 可能在短线上 它没有动 甚至还往下做拉回 会让你感到有点胆战心惊 但是我跟各位讲 通常 这个有一种形态 各位你听 我教你一个短线上 怎么样找强势股的方式 通常一个股票 短线整理之后 通常它的股价 重新回到前波的高点 这是一个 就是好像我们在赛跑 有没有 在准备起跑线上 准备要开始跑 你买在这种地方 通常买进去不用等 马上开始赚 这样子是一个最快乐的方式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 我带到会员买进去之后 为什么上个礼拜四 我在群组 在英加工业 我特别给你提 我说注意 这样子股票 已经重新来到起跑线了 果然你看 上个礼拜 我就两只股票都开始大涨 今天继续往上涨 所以跟你讲 如果你是我的会员的话 你上个礼拜 你先买了以后 等到礼拜四 等到礼拜五 我到今天随便赚 所以这个 这个是目前来讲 就是我所谈的 目前在盘面上 因为这个毕竟 像风力发电也好了 再生能源 这个毕竟就是政府 它政策在推动的东西 所以这个 就是说 而且在目前 在大盘不好 就所谓的这个 怎么怎么讲 这个三中五老虎 后子撑大王 对不对 当这些大型股 这些真正这些 所谓的护国神山 不会动的时候 那资金只好 去找寻这一种 反正还是有政策面加持 那而且它的整个的 这个K线的形态呢 是一个往多头发展 它不是贵 有政策加持的股票 当然不是美之买 如果说它的股价是这个 是结构 是往偏空的话 你再碰都不能碰 微温现在 我包括你所选的股票 都是目前它的K线 它是属于多头结构的 这种股票才是 会往上做发展 是这样子 所以不管是这个 上位也好 是一钢 目前它的情况是往上做发展 所以买进去很安心 而且重点是买在起涨点的话 一买进去 马上开始赚大钱 这样子做股票 虽然说目前大盘不好 可是你买到这种股票 你会觉得好快乐 对不对 什么叫快乐的投资人 这样子 所以目前来讲就是这个 政策加持的股票 再生能源这块 其实基本上都还有看头 都还有看头 如果当你会想 老师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上个礼拜 在这种 你带到会议进去买的时候 甚至上个礼拜四 你开始做公开 做预告的时候 我想会 我相信很多的人 上个礼拜四 我在节目上 我在给你讲这支股票 可能你 可能有听没听 可能懂我意思吗 觉得说真的是这样子吗 大盘不好呢 魏老师 这个股票好吧 先蒙听蒙听吧 如果你只是蒙听蒙听的话 各位到今天 你会觉得真的好后悔 对不对 为什么不听微博信的话 赶快进去买 买进去随便赚 起码两天也赚了 差不多10个percent 甚至超过10个percent以上 对不对 那好快乐 好 可是问题是 当今天四季刚刚已经冲上去了 当上尾已经冲上去了 到这个地方 我绝对不建议 短线上再进去 到这边才去抢 各位 你不要到这边 老师来问我 喂老师 可不可以开始买上尾 各位你拜托 我买在这种地方 我在这边 我跟你做预告 到这个地方来 你问我说要不要买 各位 如果说你做股票 你都不能够早在起涨点 非要去追高的话 那后果是怎么样 你自己很清楚 对不对 所以各位 当上尾控股 当这个四季刚 连续大涨了两三天之后 当然在短线上 我不建议你 这地方马上跳上去 但是 当然会 很多人会问我说 那老师 那这个地方 那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股票 会是这个第二支上尾 或是第二支这个四季刚 有各位 有一支股票 这个我这两天 我待会儿看这进去买了 来我先给你看一下 那你评评几个 各位这支股票 这支股票 我先讲它的形态给你看 各位 它也是能源相关的股票了 我先给你做提示 它也是能源相关的股票 而且重点是一样 看到没有 它上个礼拜 连续整理了五天的时间 连续整理了五天的时间 好 重点是你看 今天的K线 不管是收盘或是盘中的位置 有没有又来到上个礼拜一的高点 对 看到没有 刚才我给你讲过了 为什么这个上尾跟这个四季刚 会从上个礼拜五开始往上冲 到了上个礼拜四 股价又来到前波的高点 来到这个起跑线了 对不对 这个四季刚 礼拜四来到这个起跑线 好 那你看这只鬼头的形态 是不是完全一样 今天开始偷偷的拉上去 今天的位置是不是一样 来到了礼拜一 那个上影线的这个地方 那跟上个礼拜 四礼拜五的上尾跟四季刚 是不是完全一样的形态 那各位 那我就提醒你 明天 明天开始 准备要开始 要开始跟你冲出去 就是在起跑线上 要开始冲 所以各位 如果说 如果说这个 上尾 上个礼拜四 四季刚上个礼拜四 要是你没来跟上的话 那各位 那我希望你今天 赶快 你今天赶快打电话进来 赶快打电话进来 或是在群组上 留你的 留你的这个联络 联络的这个方式 我明天一开盘 一开盘 赶快带着你进去 把这只股票 牢牢的掌握住 去享受它 也是一样 在起跑线上 准备喷出的 这样子的一个 马上 进去的话 马上有机会赚 好吧 因为重点是 除了在K线上 你看这种形态 就是我刚讲的 已经在起跑线上 准备开始冲之外 另外你看 你看它的成交量 有没有 上个礼拜 我跟今天 这个量 它上个礼拜 整理的时候 量很快就缩下去了 对不对 到了上个礼拜 又到了今天 这个成交量 已经开始很温和 很温和的在放大 什么叫很温和 不是乱爆量 通常如果一只股票 一通常一乱爆量的话 其实筹码是乱的 可是你看它上个礼拜 我跟今天开始 慢慢开始往上推的时候 它在这个成交量没有乱爆 反而是放得很稳定 各位 从量价关系来讲的话 这个量是相当的好 代表它在这地方 筹码是相当稳定的 为什么筹码都在主力大户的手上 所以明天只要继续往上放量 而且不需要很大的量 就可以给你往上推 所以不管是从它的基本面来讲也好 从K线来讲也好 从成交量来讲也好 通通都具备了 在起跑线上准备开始冲上去的 这样子的机会 所以各位 微博庆 我从三个礼拜带着会员 开始买这个上位 买这个四季钢 如果当时你已经是我的会员的话 这两天你已经是股市 最快乐的投资人 但是如果说 要是这个你漏掉的话 我再讲一次 我请你今天赶快打电话进来 然后明天开盘 各位因为这东西 通常在开盘的时候 都是一个短线 甚至当天一个最好的买进的位置 你要是买在开盘的位置 赶快还能够继续掌握得住 所以请你赶快今天打电话进来 或者是再讲一次 在群组上留你的资料 各位到这个地方 我先停个20秒钟 请你把手机拿起来 各位如果说到现在 你还不是我的会员 甚至还不是我的群组成员的话 来各位请你手机拿起来 先扫描这个 如果你有LINE的话 请你扫描这个律师QR Code 加入微博星的LINE的群组 如果说你有Telegram的话 请你扫描蓝色的QR Code 加入微博星的Telegram群组 各位因为这个 我也在讲过 因为每天的节目时间有限 所以这个关于股票 更多的讯息 甚至盘中我第一手的进出 基本上我在这个群组上 你都可以找到更好的 就是更多或是第一手的讯息 在群组上会比节目提供的更详细 所以请你赶快扫描这个LINE 跟这个Telegram 其实在这个群组上 每一天不论是大盘也好 不论是产业也好 不论是个股也好 我都会在这个群组上 一样就是那个都跟各位 会有更详细的资讯在这个上面 有加入群组的话 我相信对你的股票操作 对大盘的看法是更有帮助的 好吧 所以这个请扫描这个QR Code OK 那如果扫描好的话 我就继续讲这个后面的重点 要是你还没有扫描好的话 没关系 待会这个节目结束前 会继续把这个QR Code 放到这个萤幕上 继续扫描就好 好了 各位说个地方 所以我再讲一次 这只股票到了今天收盘的位置 已经又来到这个起跑线上 跟上个礼拜这个世纪钢的这种情况 跟上完的情况就是一模一样 所以各位你千万不要漏掉 后面他喷出这么好赚的这种机会 所以你今天赶快来电 每天带着你进去赶快买 好了各位当然了 不过在这个地方 我特别想说 当目前这个 其实在上个礼拜五 或是之前 我都跟我讲另外一个观念就是 当大盘在处于这种 波段下跌的这种阶段 当大盘在走这个 波段下跌的阶段 除了股票之外 我建议你一定要利用期货 帮股票做避险 对不对 其实我想大家都知道 这个外资在台股 为什么它是一个真正的终极赢家 就是因为外资 股票期货它是两手操作了 对不对 所以不论大盘涨也好 大盘跌也好 外资都有更多的武器 可以去对应当时的那个盘 因为你知道一般的投资人 也许包含你在内 很多人做股票 第一个对不对通常都是会买不会卖 会做多不会做空 而且重点是每次买进去以后 该跑不跑或是当大盘在反转的时候 很多人在开始也没有股票 没有卖掉 结果大盘一跌下去 哇 股票就套住 所以很多台股的投资人 老是在大盘跌的过程当中 这个做股票损失惨重 要不就是股票严重套牢 对不对 那各位 问题是我希望你不是这样子的投资人 如果说你到现在为止 你也是一样 股票买了以后会买不会卖 或是大盘一跌你股票就套住的话 那各位我真的奉劝你 我希望从现在开始 未来的长长久久 无论如何你要懂得 期货跟股票要两手操作 尤其如果你的资金稍微大一点 比如说你有个一两百万以上 甚至这个五百一千万 几千万以上的话 各位你更要能够把资金 做一个比较好的分配 比如说你资金的70%去做股票 20%到30%的资金 你一定要去拿来做期货 你能够这样子做 把资金这样做分配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 在股市长长久久 你一定是一个大赢家 不过当然了 有人会说老师 老师我不会做期货 而且期货听起来好恐怖 对不对 各位这个在上个礼拜五的节目上 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跟大家解释 各位很多人 很多做股票的人 以为说期货的风险大 我讲我是各位 期货不是风险大 期货是杠杆倍数比较大 比如说你做股票 你买现股对不对 涨跌就是1比1 但是你去做融资的话 那股价涨跌1块钱 你的赚赔就是2块半以上 有没有 是这个问题 那各位因为时间关系 今天我不在这个特别 我也去给你提这个 所谓期货跟股票的比较 如果说你想了解 到底期货到底是这个 跟股票的差异在什么地方呢 上个礼拜五的节目 我讲的非常的详细 我希望你去把上个礼拜五的节目 你这个在YouTube上 你把它打出来上个礼拜五 4月10号节目 你看看 在那个节目里 我给你解释 什么叫做风险 到底期货它的风险 跟股票的风险 差异在什么地方 这个地方 我希望你去看一下 但这个重点是说了 所以跟人说 可是你说 哎呀老师 这个我们先 这个 可是说 好啦 除了这个期货 风险其实不是比股票大 但是呢 这个问题是 很多人不会做 说对呀期货怎么做呢 没有做过啊 对 那也不了解怎么做 怎么办呢 各位 那我说 你去做两件事情 第一个各位 你去了解一下期货的操作 因为期货比股票 简单太多了 而且各位 你把期货就当成是这个台湾台湾股市最大的一支股票 各位你懂 你从这个观念去想就知道 去了解一下 另外如果你真的还不会做期货的话 说各位没有关系 维国圈呢 有一样东西啊 可以让你啊 更轻松的去掌握每一个大盘 这个涨跌呢 就是赚钱的机会 各位 尤其在上个礼拜 我的节目上 我特别给你提到了一样 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叫做月月峰 对不对 维国圈的这个期货的月月峰的这个 的自动 这个所谓的智能下 这所谓的自动单的操作 有没有 各位 而且上个 而且在上个礼拜五哦 这一张 有没有 上礼拜不是跟你讲 我说特别你注意哦 各位 因为这个大盘这一波 是从上个礼拜四嘛 从上个礼拜四 这个上个礼拜三 台湾不是大涨300多点嘛 可是从礼拜四开始 就开高走低嘛 然后礼拜五继续跌嘛 今天继续跌 已经跌三天了嘛 可是在上个礼拜 我记不记得 上礼拜五就跟你讲 说 在礼拜四的晚上 9点45分哦 我们的月月峰 在期货的夜盘 在17267这个地方 出现了做空的讯号 有没有 那当时我们的这个 全天后的这个自动单 就坐在17209这个地方 上个礼拜五哦 在节目上 我都跟你讲了这一笔 我说 我们做了这笔空单 而且我的空单在续留 有没有 空单在续留 你看 所以当今天呢 指数继续在下杀的时候 那来 那这一笔17267呢 到了今天 到了今天这个 这个白天盘呢 这个旗子已经收在16879了 那各位 你看 等于今天 又多赚了100点以上哦 又多赚了100点以上哦 你看 所以从这个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四的晚上 在17209 我们把这空单做了以后 你看这笔17209的空单 都一直抱在手上 到今天白天收盘 指数已经跌到16879 各位光这一笔空单 已经赚超过320点 已经赚超过320点 那各位 这笔空单的波段 我们还在续报当中 也就是说 各位你看 所以我讲这边 如果你懂得这个股票 跟期货两手操作的话 你看 光是这个大盘呢 从上个礼拜四 就跌这三天 但是呢 你利用期货去放空汤 去放空汤 到今天你一口啊 已经赚了超过300点以上 各位 你知道期货300点 300多点是个什么观念呢 我给你做个比喻 我讲各位 譬如说你有个100万 你有个100万 你70万呢 拿去做股票 对不对 你30万 你拿来做一口 做一口期货的大台就可以 各位那你看哦 这一口 因为这一口啊 我自己 我们是用小台来做了 那这口小台已经赚了16500块 那各位那大台 一口大台等于四口小台 也就是说 如果上个礼拜四晚上 你已经是我的月月峰会员 你去空了一口大台 那到今天白天首盘 你赚了多少 各位 你赚了不是一万多 你赚的是六万 各位 你赚了六万六千块 六万六千块哦 因为这个东西叫乘以四 小台乘以四就是一口大台 各位 那一口大台 你就是这三天 你赚了已经超过六万块钱以上 好各位 那这是什么观念呢 我接着给你听 我刚讲过嘛 譬如说你股票 你有七十万做股票 各位 如果你这七十万股票 你这三天啊 你真的跌了一根跌停板 你跌10%好了 那你这七十万 你股票赔了七万块 对不对 但你股票在 你一根跌停板 你赔了十% 你赔了七万块钱 可是你看 问题是 你这三十万 你拿去做了一口期货的空单 从上个礼拜四 到礼拜五到今天 各位 你这一口空单已经赚回来六万六千块 也就是说 你这七十万 各位赔了一根跌停板 可是你这一口期货的空单 已经把你这七万块钱 几乎全部都已经补平了 对不对 各位说实在 其实这三天以来 除了你真的买到很烂的股票 否则这三天 你的七十万 也不见得跌到十% 假如说你平均跌5%好了 如果这样你跌了5% 那你七十万 跌了多少 也差三万五啊 那你股票赔了三万五 可是你其后一口 已经赚回来六万六千块 你已经倒占三万块钱回来呢 听懂了没有 所以说各位 我用这个比喻 我想你可以深刻的感受到 就是哦对哦 在股市里面 真的啦 尤其这个大盘在跌的时候 哎呀 那股票老是一买就套 而且买了也不知道该出 老是每次大盘一跌股票套的 因为很多投资 很多股票投资人 都是为了这个股票被套 你是伤脑筋嘛 但是我说你何必要伤脑筋呢 在整个的 你的这个资金的分配比率上 只要你懂得跟外资一样 利用股票利用期货 你两手操作的话 对不对 我一直讲各位 做期货你不要把你的资金 全部拿来做期货 不要 我说过了 把你的资金大概三成 两到三成的资金 拿来跟着为国境 做跃跃风 你七成的股票 跟着为国境做股票 这样就好 你看 做股票对不对 一样嘛 一样我会帮你选强势股啊 你七成的资金拿去做股票 对我都帮你选这些强势股 哎呀让你操作 对 做起来也轻轻松松高高兴兴嘛 股票也赚 当大盘不好的时候呢 那利用月月峰 对不对 月月峰该做空 我就去做空 而且要做 透过自动单的方式 就算你不懂期货也没关系啦 因为我会把自动下单的这个机制呢 会存在你的电脑里面 所以各位你看这样对不对 这一笔到今天 哇大赚了三百多点 好爽 好了各位 不论股票不要乱起货 股市场当大赢家 你要早早跟上微博庆 起货股票两手操作 你成为股市真正的赢家 另外不要忘记了 关键加入国际的群组 加入国际的会员 对应的股票操作 绝对有帮助 好了 这大家做的顺利 谢谢各位